歡迎來到民視台灣學堂哲學堂前前的節目 我是街內主持人葉浩 今天我們要聊的題目是一個 在中國非常非常紅的一個西方的政治思想家 Carl Schmidt 施密特 我們請到的是上個禮拜已經來過的 來自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社會系的孔高峰教授 葉浩松你好 大家好 在中國目前有一個施密特熱潮 就像史特勒斯熱潮一樣 可不可以簡單來跟我們講一下 你怎麼理解這件事情 對 我留意到施密特的熱很有趣 首先是從一些屬於自由派自由主義的 中國跟香港一些知識分子 對於施密特熱的那個批判去了解的 但是我覺得他們那個自由主義的批判很不高 待會我們有時間可能會講到 但是施密特就是 中國有一批本來是叫 就是他們自認是一個新左派嘛 就是一些知識分子 他們都跟官方關係很好的 比如說我上一集講到的那個江西宮博士 就是那個北京大學的法律學院的副院長 根據香港的很多政策 中共的香港的一國兩制白皮書 它也是一個主要作者之一 所以他們這些專家、學姐 最近都推薦那個德國第三帝國時期的一個法屬人 解說叫施密特的理論 感覺他們作為一個左派引進這個理論是有點怪 雖然現在西方美國的新左派也有一些人會提出施密特 因為施密特那個理論的基本就是反對自由主義 反對大於民主 覺得這樣只是對祖傳的一個絕對的祖傳的那個侵害 會弱化那個國家的祖傳 所以後來當然西密特就是一個變成一個勒粹 他是勒粹的黨報的曾經是一個主編 也是勒粹的法官 根據你看 根據中國大陸就翻譯了很多西密特的書 根據新左的知識分子用西密特來 來批判他們所謂的那個機場階級民主 大義民主西方民主 根據來為中國的威權的體積 覺得這個其實是對中國的祖傳是比較好的 那個有一個很有趣的問題 這個左派去引進西密特 因為西密特整個理論的其中一個基礎 就是反猶太 就是Antisemitism 所以他裡面的理論裡面說 都為什麼自由主義那麼不好 就是他用的一個基礎是Semitic Corruption 就是一個猶太人對西方的基督的 叫文明為基礎的祖傳的一個称害 讓他變得很弱 所以他那個反對那個自由主義的一個基礎 就是其中一個基礎就是那個反猶太主義 但是他那個拉粹的那個背景 他1945年只有很多德國基礎分級 去勒翠法 去勒翠法 但是他拒絕 所以寧願沒有交集 所以他是一個很 很dedicate 的一個勒翠 我稍微退回到前面一點點 其實你剛剛講到的是 Semitic在中國主要是被左派 然後現在其實也就是新左 他們擁抱 但是在中國的左派跟西方的左派 基本上是不一樣的 中國的左派其實代表的是 比較接受共產主義 或接受官方政府這一邊 或者是毛左等等 所謂的左其實反而是跟政府比較近 但是Semitic他其實 一般是界定他是一個這種右派 而且是認為政府應該有比較大的權力 然後他反對自由主義 或反對自由民主憲政主義 基本上在中國理解的理由 是這個樣子的 是民主制度 無論如何你到處選出來的 還是一個人來統治 那民主制度老是選不出 真正的優秀的人出來 所以我們乾脆就是有一個方法 直接找到一個最有德性 或者是最優秀或最有知識的一個民軍 那就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反正民主說穿了也是這個樣子 再加上主權 對他們來講主權是最重要的事情 比如說美國老是講人權 但是對他們來講 人權基本上就是普世人權 這根本就是一個帝國的一個修辭 這是一個偽裝 根本沒有普世人權這些東西 最重要的是主權 而只有國家 強盛的國家 強盛的國家 以及強而有力的政府 他才有辦法鞏固自己的主權 所以在這個時候 他們就會引進了 施密特的另外一邊的語言 就是說因為施密特認為 在任何一個國家緊急狀態的時候 主權者應該扮演的是超越一切法律的能力 當成一個絕對主權捍衛這個國家 所以即便在現在 中國也不是緊急狀態對不對 但是他們還是說 我們就是需要一個強而有力的 絕對的主權的國家 因為主權比人權還重要 對 就是施密特跟新左派 中國的新左派的共通點 他們都是國家主義 跟某一些西方的新左派 也擁抱施密特 也是國家主義 因為他們覺得 大於民主很沒有效率 破壞了那個國家的主權 施密特的環境就是很明顯 他整個理論就是為希特拉的統治 希特拉的出現 而提供合法性 更覺得中國當然 也有這個意義在裡面 所以他國家主義者 希密特粉絲跟那些新左派 都會覺得一個強而有力的領受 是很重要的 保護的主權 而且你剛才講的很有趣 就是說 希密特就是一個緊急狀態 就是在一個緊急狀態底下 你要 suspend 暫時的 取消你的民主體系 一個強而有力的 進權的領受 但是 中國就是 中華人民共和國對自己的存在 就是恒長一個緊急狀態 他的國國第一句就是 中華民族到了最危機的關頭 雖然他的國國第一句 就是那個 context 他們跟日本打仗的時候 但是他決定要成為國歌 保留這一句就是覺得 全世界都賞我死 全世界都想消滅我們 所以中華人民共和國國 其實永遠是處在一個緊急狀態 這個就是跟他們的正確 去找一個強有力的領受 保護中國的祖傳是很有相通性的 這倒是非常有趣 所以 之所以可以採取 斯密特的這種語言跟想法 是因為即便49年到現在 中國還是仍然覺得 他自己身處危機當中 對 就是 覺得西方要把我消滅 要將我活平演變 或是軍事撐害 或是亡我這心不死 是他們常常說的 所以他們整個中共的最高的領導 對於西方要將他們消滅 當然他們就把 將 共產黨化還是將外傳統計消滅 跟 將整個中華民族消滅 他把它等同起來 這樣接上可以理解 但是斯密特還有另外一邊 就是有另外一個想法 其實對他們來講也很重要 就是 從他們的角度 就是斯密特認為說 自由憲政民主 政府它有一個大的問題 因為它總是要限制國家的權力 就是要用三權分立 綁住國家的手這樣子 但是這種綁住國家的手 會讓原本政府 可以做很多事情的 能力的都消失了 特別是西方民主憲政國家 有一個國家中立的概念 好像說在許多事務上 國家應該保持中立 讓人民自己去選擇 但是他們的講法是說 你這麼一來 就等於是剝奪了國家 可以來形塑人民的 道德認同感的這些能力 結果西方的這種國家中立 其實導致的是道德淪喪 就是公民精神完全的散喚 完全的失去 所以斯密特的這一個語言 反而對他們來講 有一個很大的吸引力 就是國家還能夠恢復 或者是做西方國家所做不到的 去形塑公民的共同認同感 而且呢 君主還可以扮演這個 道德上的一個非常好的 一個領袖的角色 所以他們覺得說 人質以及德性 德質 永遠好過於憲政 對 這聽起來也很不錯 不是嗎 但是這個其實 從那個國家公立的角度 好像聽起來很不錯 因為他們跟自由主義 最大的不一樣 就是他們覺得政治制度 政治的那個积蓄 都不是一個目的本身 它是一個服務於一個別人的目的 那個目的就是國家的強大 所以國家強大是一個集體的意志 大家起義的一個去 去修復一個民族的命運 跟那個 恢復那個民族的榮光 所以這個是很工具性的 所以他們在講批評那個 民主制度的時候 就在亞洲的很多威權主義者 中國的威權主義者 得到很大的公民 因為他們常常說那個 他一見到那個民主的 比如說報紙 媒體 批評政府 不同的政黨 政黨裡面不同派系在辯論 那時候他們就很喜歡講 這個是他沒有效率的 這個政黨惡鬥 就是就見到一個 既有社會裡面的競爭跟辯論 他們就覺得一定是惡鬥 所以一定不好的 一定大家就為了私利 感覺今天只長遠來說 讓國家沒有效率 國家沒有效率 所以祖傳就臨算了 感覺要消滅這個國家的外敵 就會來入侵 所以他們很功利 但自由主義的一個 很基本的一個基礎 就是輸出於一個人性 對自由的一個散往 人生而自由而平等 所以他們問的問題 是用一個什麼經濟體制 唯物這個自由 唯物這個平等 感覺這個自由跟這個平等 不一定是對一些功利性的東西有幫助 但是這個是人性的一部分 一定要保護 這個是他們之間最不一樣的地方 好 中產我們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再回頭過來 再繼續聽孔高峰老師 怎麼談中國的施密特熱潮 歡迎回到民視台灣學堂哲學堂前程的節目 我們正在聊中國的施密特熱 施密特他是一個納粹時代 支持納粹的一個德國的政治思想家 也是法學家 那我們剛剛這樣子聽起來 其實就是一個以儀制儀的概念 拿西方的思想家來打整個西方 現在主流的自由民主的體制 聽起來好像還滿符合現在的一些 國際上的某些趨勢 比如說民主也的確好像有出現了它疲憊的現象 那最近這大概十年來也有不少人在談 有一種民主退潮的現象 所以在這個現象底下 施密特所講的以及中國的新左派 採取施密特來講國家維權主義 這個聽起來好像也還滿符合這個想法 因為民主的確好像也出了不少問題 對 所以施密特也不單僅是在中國 其實中國也是乘著西方的某一個基地分子 某一種基地分子社群的施密特演 你剛才講過就是某一些左派也會擁抱西密特 但是其實右派那個施特勞斯跟那個新保守主義 就是他其實在西方的右派也提出 就是那個小布斯政府要打伊拉克反恐戰爭的時候 就是提出那個美國作為一個reluctant empire 其實不想做但是有一個責任變成一個帝國 那個新保守主義的這個思潮裡面也受到那個西密特的影響 就是緊急狀態對人民的自由要開啟收緊等等等等 所以整個全世界的都有一個民主退橋 跟那個威權對強人的一個期待 所以在這個背景底下中國就變成一個也是一個帝國的一部分 還是一個威權的一部分 而且在西方退橋的情況下 他可能覺得這樣子比較有道德的合法性 那就在你這樣子看來 其實整個大的環境底下 民主有一種退橋的趨勢 那中國有這樣子的講法 但你覺得這一個熱潮是真的提出一個 民主的另外一種想像的可能性 或者是取代民主的可能性 還是他還有其他的理由而造成這個熱潮呢 在中國裡面當然就是 他那個熱潮不是 我看那個熱潮並不是自發的 那個在民間有非官方的知識分子 其實對西密特也很反感 很多中國國內的知識分子 也是會提出那個自由主義的 西方自由主義的那個跟西密特抗辯 所以我最初接觸西密特的時候 中國的西密特熱潮的時候 其實接觸到那個 其實他背景是香港 但是他現在已經一個中國知識分子 就是那個陳冠仲 那個中國天朝主義 他就是把那個中國的西密特 熱批判一番人 就跟中國現在所謂的天朝主義講 中國要成為世界領導的一個欲望 聯合起來講 所以中國現在有一個自由主義的反抗 但是這個自由主義對西密特的反抗 還沒有很足夠 因為西密特一方面就是 保護一個強有力的領導 第三個衛傳體積 但是他也有一個擴張的欲望 就是他整個政治上的論述 是跟第三帝國的擴張 就是保護德國的生存空間 這個擴張德國的生存空間有關 所以自由主義可以批判 西密特的威存主義的部分 他們提出建立憲政 來限制國家 這些很老掉牙的西方自由主義的概念 是有幫助 但是沒有解決中國的擴張性 跟帝國一部分 因為我們看到很多憲政國家也是帝國 大英帝國他在最風光 最統治最多地方的時候 他也是一個憲政 民主的國家 所以你批判西密特 從憲政主義 自由主義去批判的話 你可以解決到一個 威存國家裡面人民的自由平等的問題 但沒有解決到這個國家的擴張 對於周邊國家 小說民主跟世界其他地方的 要不然這個國家的擴張 也受到壓力的一個問題 而西密特是有這個擴張性的部分 因為你剛剛你談到 除了這個擴張性以外 其實他也某種程度上 也支持納粹的迫害猶太人 所以他提供了 就是提供了一個國家 迫害某些特定族群的一個正當性的理由 所以這個可能本身就是一個大部分 之前他覺得就是危害到這個團結 跟國家的生存跟命運 或者是他 西密特為什麼說要緊急狀態 就是要分清敵我 就是外部的敵人 跟內部的敵人常常是搞在一起 跟第三帝國西特勒的時候 說為什麼要 要剝害猶太人 因為他們德國那時候有個論述 第一次大戰的時候 德國會怎麼輸 是因為德國裡面的猶太人 為了做生意 為了自己的勢力 就跟外國的猶太人外國合作 所以就把那個德國的那個 真正的那個規劃都搞砸了 所以像我們講漢奸之類的 漢奸之類的 對就是內部的敵人跟外部的敵人 是一塊的 對於他們來說 那但是呢 如果說國家面臨特定的危機的狀態的時候 那聽起來還有道理 因為國家需要比較強大嘛 政府需要比較強大 對 那可是 可是這樣子的結合 就是施密特結合正在崛起的中國 然後他們開始談天朝 天下的這些概念出來的時候 那如果說國家不是處於這種危機的狀態 那這一套的理論 會很容易變成是 提供壓迫內部特定族群 以及向外擴張的一種論述了 對 因為歷史上的威權國家 CMT 活在跟服務於的 德國的第三帝國 他們都有一個特性就是 他們都會製造一個 我們正在處在危險 最危險的時候 我們正在處於快滅亡的緊急狀態 來合理化他們對人民內部敵人 甚至是外部敵人的壓迫 所以德國在擴張最厲害的時候 他也是說 因為我們要保護跟建立更多的生存空間 因為我們不這樣擴張 不殺猶太人 我們就會滅足了 所以所有的那個壓迫者都會 用我其實才是受害者的姿態 我們正處在給消滅的緊急狀態 來合理化他們的對外對內的壓迫 所以中國也是這樣子 他到現在還會覺得自己 像國歌的第一句 就是我們存在最危險的時候 西方往往之心不死 所以我們才要侵取內部的敵人 去外邊影響外邊的政治 去擴張我們的影響力 不然我們就給消滅了 所以這個其實是 所有威權的統計者都共有了 而希密特斯很用理論化的語言 把這個東西講了出來 其實也常聽到就是說 你談自由民主或人權的時候 就是說這是西方的陰謀 帝國主義的陰謀 一來是他們自己做不到 他們自己做不到 對一來說美國自己做不到 還假裝有普世人權 二來這個是用來分化中國內部的 所以包括香港台灣很多地方 談民主憲政 基本上這些都是一種 這種都是結合美帝或西方的國家來共同 要顛覆中國 比如說台灣要求更多的機組 更多的共戰的時候 他們就是說這個是日本人 美國人又把台灣從中國拿走的陰謀 對 所以這個也是造成了另外一種的危機感 對 那其實即便在台灣也還是有一些 有一些學者他們也還是認同這樣子的看法 甚至說 崛起了中國我們當然要去跟著他們 對不對 我們要跟他們結盟 或者說 也有人採取施密特的角度說 一切都是敵我關係 那美國不可靠 所以我們現在應該要擁抱中國 甚至民主在退潮 所以民主已經不好了 你看連西方人都不要 對不對 西方人都覺得他有問題 那中國體制相對比較好 那到現在為止你不認為說 這一套體制的本身 它具有一種可以來取代 或者說可以跟西方民主憲政體制 做某種抗衡的 現在西方有一個擔憂 就是說 不論西米特是不是在中國很熱起來 在美國的新保守主義要派裡面也流行 對 都有一個所謂帝國之間的競爭的狀態 但是西方那個民主憲政的傳統是很久遠 很根深蒂固 並很難想像它怎麼樣可以完全給消滅掉 所以現在是 世界處在一個威存的新興的帝國 像中國 像俄羅斯 跟舊有的 原有的 有內部有自由主義傳統的帝國 像美國 之間的抗衡 在西方國家 特別在美國有 第四分子也有很多擔憂 就是說在這個抗衡裡面 民主自由的一方可能欺貴 因為它很多check and balance 很多內部辯論 對 它會內部綁手綁腳 對外又開放 對 其實這個也不是一個擔憂 我覺得不需要這樣擔憂 因為這個也是那個 西方傳統的那個 就算是它對外這個帝國 大概它有調整的能力 比如說那個小布斯搞反恐戰爭 搞到很混亂 感覺就有奧巴馬 當然現在我們有川普 但是那個 川普之後 川普之下也有很多辯論 很多不同的討論 感覺最後 對川普的事情 會不會有調整 還是之後 川普之後的 會不會有新的狀況 這個是有一個調整的能力 但是那個 外存體系底下的 那個帝國 中國 俄羅斯 他們就沒有調整的能力 所以他們就會像第三帝國 德國一樣 他們就不斷 往一個領受決定的路 一直走 走到焦頭爛額 碰釘子 變成災難為止 OK 所以我們等於也看到了 美國也是有這樣的一個現象 開始就是 感覺到民主又不適應的時候 就是期待一個非常強而有力的 一個類似君主的這樣子的領袖的出現 我們剛剛提到了 民主是因為對外開放的 然後對內又必須對政府綁手綁腳 所以在對抗另外一個體制 非民主國家的時候 總會處於相當多的弱勢 但我想這大概是沒有辦法的事情 因為所有批判民主的 都是認為說民主可能相對沒有效率等等 唯一的能夠作為回應他們的方法 就是讓民主體制運作良好 而且繼續堅持 也許國家的存在 主要並不一定就是要提供 什麼樣的特定的經濟成長 國家的強盛等等 也許每一個人民的尊嚴 這還是一件重要的事情 非常謝謝今天孔高峰老師 來跟我們聊中國的希密特熱潮 時間的關係 我們節目必須在這裡停止 歡迎大家下週同一時間 繼續收看我們 民視台灣學堂哲學堂千千的節目 謝謝 謝謝